中古车行凌晨起火 老板惊醒仓皇逃生 在凌晨12点多 乌日区间铁皮屋发生了火警 还不断的传出爆炸声 附近的居民一度以为是发生了枪击案 打开窗户之后看到了熊熊大火 立刻通报警消人员 索性火势在一个小时内扑灭 整起火警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初步排除人为纵火 但详细的起火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农业练不断从火场串出 就怕铁皮屋经不起高温会整个坍塌 警消人员立即拉水线灌旧 一号凌晨10点多 乌日区这间中古车行突然烧了起来 还传出巨大爆炸声 一个很大声的 有点像是在打法那种枪击声 像是步枪的声音 他听到玻璃声就有点不太妙了 宁静的大半夜突然出现砰砰声 不少居民都从睡梦中惊醒 一度误以为是又发生了重大的枪击刑案 发生火警工厂内有四部车辆 惨遭注容 内部队满油漆涂料 也让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一旁锦铃建筑 让情况相当危急 在消防人员多条水线灌就下 大约一个小时将火势扑灭 中古车行老板第一时间仓皇 从火场逃出 连鞋子都来不及穿 整体火警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警察人员初步排除人为纵火 究竟是电线走火还是有其他原因 酿成这起意外 还有在相关单位调查厘清 接下来说明镇吴福燕 台中报道